由徐宁播讲,季琼之负责的部分解说完毕,她退到一边疲倦地喘息着,接下来有一个刚刚从省城调来的姓蔡的女老师继续讲说,她细眉单眼,嗓音清脆,未曾开眼,眼睛里一汪着泪水。 这部分还有一个喷吐着怒火的标题,还乡团的滔天罪行,她刻尽职责,像教读生字一样,用较杆的源头一个挨着一个把标题点了一遍。 第一幅画面,一团星云在右上方,黑云里隐约着一个弯月,左上方还是黑色的树叶拖着几缕黑线,但这里表示着秋风而不是东风。 在乌云弯月下,在消沙秋风里,又是高米东北向的万恶之魁,司马库,他被化成一只能够直立行走的巨狼。 他张着大嘴,锯齿獠牙,搭拉着一条滴着鲜血的红舌头,身穿圈上衣,斜跨武装带,从肥大的衣袖里伸出来的毛爪子,攥着一把杀缺了口的滴着血的牛耳尖刀。 这是左爪子,右边的爪子握着一只匣子枪,枪口前有几粗拙烈的火花,说明匣子枪正在发射着子弹。 他竟然没穿裤子,军装的下摆一直垂到粗大的拖到地面的狼尾巴上。 他的下肢画得很矫健,但过分粗大,与上肢不协调,不像两条狼腿,而像两条牛腿。 不过,爪子还是犬科动物的爪子,在他身后紧跟着一群凶残丑陋的动物,一条脖子扬起,喷射着红色毒液的眼镜蛇。 蔡教师用轿鞭点着眼镜蛇的头说,这是沙梁子村的反动妇农长西路。 这个,他指着一条野狗,这是沙口子村的恶霸地主杜金园。 杜金园倒托着一根当然也是沾满鲜血的狼牙棒,在他的旁边是王家秋子的兵匹胡日葵。 他基本保持着人的体型,但那张狭长的脸却更像一头骡子。 两线屯的反动妇农马青云,活脱脱是一头笨重的熊,总之是一群凶残的动物,手持利器杀气腾腾地向高密东北乡扑来。 姓蔡的女教师继续说着,还乡团进行了疯狂的阶级报复, 他们在短短的十天时间内,用各种难以想象令人发指的残酷手段,杀害了1388人。 说着,用教编像了一大片表现还乡团杀人场面的画面指了指, 学生们又掀起了一个豪酷的大高潮。 那些画面像一部展开了放大了的酷刑词典,图文并茂。 开头几幅是传统的方法,譬如刀斩,譬如枪毙,后边渐入创新境界。 蔡老师指着画面说,这个是活埋,顾名思义,所谓活埋就是把人活活埋掉。 一个很大的土坑里,站着几十个面如土色的人,坑上又是司马库,在指挥着还乡团肥徒往坑里填土。 蔡老师读着下面的说明文字, 据幸存下来,贫农老大娘郭马氏揭发,还乡团的匪徒埋人埋累了,就让被捉的革命干部和基本群众,自己为自己挖坑,然后互相埋掉。 兔埋到胸口时,人就喘不动气了,胸膛像样炸开一样,血都逼到了头上。 这时,还乡团的匪徒就对准人头开一枪,鲜血和脑浆便能窜出一米多高。 画面上,一颗露出地面的人头上,确实窜出了一股喷泉一样的血液,一直生腾到画面的顶端,才像樱桃珠般散开下落。 蔡老师脸色苍白,她好像有些头晕,学生们的哭声震得防挤都在哆嗦。 但这时,我的眼睛里没有了眼泪。 按照画面上标出的时间,司马库率领还乡团在高密东北乡疯狂大屠杀的时候,我正跟随着母亲与革命干部、积极分子一起往东北沿海老区撤队。 司马库,司马库,他真的会这么凶残吗? 蔡老师确实头晕了,他的头靠在画面上的埋人坑里,一个小小的还乡团扬起一敲泥土,似乎要把他埋掉。 他的脸上布满了透明的汗珠,他的身体渐渐下滑,那张用图钉按在墙上埋人的画片子被他的脑袋拖下来。 他坐在了墙根前,画片子蒙住了他的头,墙上的灰白色泥土,刷刷拉拉的落在了白纸上。 这突发的事件压制了学生们的嚎哭,几个区干部跑上来,把蔡老师抬了出去。 区长,一个脸上有半边质的,五官端正的中年人,手压着屁股后边的霞腔木套子,非常严肃地说, 同学们,同志们,下面我们要有请沙梁子村贫农老大娘郭马氏给我们报告他亲身的经历,有请郭大娘。 他对着几个年轻的区干部下了命令,区干部飞快地跑出去了,从教堂通向马洛亚牧师住处的小门。 异常的安静,静得耳朵都不舒服,大家都望着那扇退进了颜色的红色小门,仿佛在等待着一位明爵的出场。 安静,安静,安静突然被打破,一道悠长的哭声从前院里传过来,学生们跟着提哭。 两个区干部用屁股撞开门,搀扶着郭马氏走了进来,郭马氏一头挥发,用一块破布捂着嘴,仰着脸,哭得痛不欲生的样子。 大家跟着他哭了,哭了足足有五分钟,他把毒嘴的破布摘下来,擦擦脸,沉沉一劲儿说。 孩子们,别哭了,死人是哭不活的,活人呢,还得活下去。 学生们指出哭声,一起望着他,他显得有些拘谨,慌乱地说。 说什么呢?过去的事儿了,不说也罢。 他竟然转身要走,沙梁四村的妇女主任高红英跑过来拉住他说。 大娘,不是说好了吗?怎么临时又变卦? 高红英明显地不高兴了,屈长和颜悦色地说。 大娘,您就把还乡团埋人的事儿说说吧,让孩子们受受教育,别忘了过去。 忘了过去啊,就意味着背叛,这可是列宁同志说的。 哦,既然列宁同志也让俺说,那俺就说说吧。 那天晚上是个大满月,在浴光下绣花都行,这么亮的晚上真是少见。 小时候听老人说,早年啊,闹长毛的时候,也出过这种白月。 我睡不踏实,总觉着要出大事儿,索性不睡了,想去找西胡同扶圣他娘借个鞋样子,顺便拉拉给扶圣说媳妇的事儿。 俺娘家有个侄女儿,到找婆家的年龄了。 俺刚一出门,就看到小狮子提着一把耀眼的大刀,压着靳才的媳妇儿,靳才的娘,还有靳才的两个孩子。 大孩子是个小子,七八岁了,小孩子是个女儿,两岁多点。 大的跟着他奶奶,吓得嗷嗷哭,小的呢,则在靳才媳妇儿怀里抱着,他也吓得嗷嗷哭。 靳才搭了这只胳膊,肩膀上被砍了一刀,红肉翻出来吓死人了。 小狮子身后还跟着三个大汉子,模样都有点熟,都提着刀虎着脸。 我刚想躲,完了,被小狮子那个杂种看到了。 论起来,我跟他娘还是拐弯抹角的表姐妹呢。 他说,那不是俺大姨吗? 我就问他狮子啥时候回来的。 他说,昨天晚上,我又问他这是干啥? 他说,不干啥,这给这家人家安排了睡觉的地方。 我当然知道,这话呀,不是好话。 就说,是的,都是灵强阁家,有什么样的怨仇还用得着这样? 他就说,是没怨没仇,俺爹跟他也没怨没仇,俺爹跟他爹似乎还是拜把子兄弟呢。 可他照样把俺爹倒掉到树上,让俺爹往外拿金子。 晋才的娘说,大侄子,你兄弟一时糊涂,看在老辈儿的情分上,您就饶了他吧。 俺老婆子跪下给您磕头了。 晋才却说,娘,不要下跪,不要求他。 小狮子说,行,晋才,你还有点男人味,不愧是民兵队长。 晋才说,你蹦跋不了几天了。 小狮子说,你说得对,我估摸着也就能蹦跋十天半个月的了,但对付你一家,今天晚上就足够。 我一老卖老的说,小狮子,你把晋才架放了吧,要不我就不是你这个外甥了。 他呢,把眼一瞪,然后说,谁是你外甥,少来套近乎。 那年我不小心踩死,你夹一只小鸡,你就用棍子打破我的头。 我说,狮子,你真不是个人整啊。 他回头问那三条汉子说,伙子们,今天杀了多少? 一个大汉子说,把这一家全算上,正好十九口。 狮子就说,扒杆子扒拉不着的个表姨,委屈你给我凑个整数吧。 我一听,就明白了,这杂种要杀我呀。 我转身就往家跑,但哪里跑得过他们? 小狮子这个东西,真是六亲不认。 他怀疑老婆跟人家好,就把拉开闸的手榴弹埋在锅灶里。 那天啊,偏偏他娘早起爬灰,一下子把手榴弹爬了出来。 我把这事忘了,哎,多嘴多舌,吃了大亏呢。 他们把他进财一家,还有我,压到沙梁子跟前。 一个大汉子用铁锹挖埋人坑,沙地挖起来省劲儿,一会儿功夫就挖成了。 头上的月亮,白的耀眼,地上不管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 小草啦,小花啦,还有蚂蚁啦,鼻涕虫啦,不管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 这小狮子走到沙坑前看看,然后说,伙计啊,再用点深,再挖深一点。 沙地挖起来省劲儿,一会儿功夫就挖成了,头上的月亮啊,当时白的耀眼,地上不管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 小草啦,小花啦,蚂蚁啦,鼻涕虫啦,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大娘一直在叙叙叨叨,仿佛她当年看到的那些罪行,又一一地浮现在了她的眼前。 阶级教育展览在教堂举行,学生们被组织集体进行参观。 参观过程当中,除了有女讲解员结合图片给我们进行讲解之外, 还有郭马氏走到了阶级教育展览的现场,为我们来痛诉还乡团的罪行。 郭马氏正说道,她是如何目睹还乡团对人进行活埋的。 在一个夜晚,头上的月亮白得耀眼,地上不管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 小草啦,小花啦,蚂蚁啦,鼻涕虫啦,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清清楚楚。 小狮子到沙坑前看看说, 伙计,再挖深点,晋才这个驴儿的个子高。 挖坑的汉子又往下挖,沙土湿漉漉地给扬上来。 小狮子说, 晋才,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晋才说, 狮子,我不想求你,我把你爹折腾死了,我不杀他,别人也要杀他。 小狮子说,俺爹省吃俭用,跟你爹一道饭鱼饭虾赚了点钱,治了积木地。 你爹运气不好,把钱被人偷了,你说俺爹有啥罪呢? 晋才说, 治地,治地就是罪。 晋才,你说良心话,谁不想治地,你皆想不想治,你想不想治? 行了,你也别问我了,问我我也答不上。 坑挖好了没有? 那个大汉子说,挖好了。 晋才二话没说就跳了下去,沙坑骑着他的脖子。 他说, 狮子,我要喊几句口号。 小狮子说,喊吧,咱俩是光屁股的朋友,对你也特别优待,你想喊什么就喊什么吧。 晋才想了想,举起那条没受伤的胳膊,大声的吆喝。 共产党万岁,共产党万岁,共产党万万岁。 喊了三声,他就不喊了。 小狮子问,不喊了,不喊了,再喊几声吧,你这嗓门可真够响亮的。 行了,不喊了,喊三声就足够了。 那好,大婶子。 小狮子推了一把晋才的娘,下去吧。 晋才的娘扑通一声吓了跪,给小狮子磕头。 小狮子从大汉手里夺过铁锹,一锹就把他拍到沙坑里去。 那些大汉子们把晋才的老婆孩子也推了下去,孩子吱吱哇哇的哭着,老婆也哭。 晋才生气的说,别哭,都闭上嘴,别给我丢脸。 他的老婆孩子都不哭了。 一个大汉子指着锅马试问,小队长,这个怎么办,是不是也推下去。 没等小狮子回答,晋才就在坑里喊,小狮子,说好了我们家一个坑,你别推外人下来啊。 小狮子说,放心吧,晋才,我懂你心思。 他对那个大汉子说,我家,吹点泪,另挖个坑,把他埋了。 锅马试继续讲述着,几个大汉子分成两拨,一个给我挖沙坑,一个往晋才家的沙坑里填土。 晋才的女儿哭着说,娘,沙子迷眼。 晋才的老婆便把大鸡撩起来,蒙住了女孩的头。 晋才的儿子挣扎着往上爬,被大汉子用铁仙铲了下去,那个男孩呜呜的哭。 晋才的娘坐在坑里,沙土很快就把他埋住了。 他呼吱呼吱的喘着,骂着。 小狮子说,哼,死到临头了,你总算明白过来了。 晋才,你只要敢连喊三声打倒共产党,我就给你家留下个人眼来。 将来啊,以后有人来给你上坟烧纸。 晋才的娘和晋才的老婆为了活命一起求晋才,让他快点喊。 但是晋才一脸沙土,两个眼瞪得像铃铛一样,可真算一条咬钢脚铁的好汉子。 他说,不,我不喊,我刚喊了共产党万岁万岁万岁,怎么能喊打倒共产党呢? 小狮子佩服的说着,行,有骨气。 然后,他从一条大汉手里夺过铁仙,缠起沙子,刷刷的往坑里扬。 晋才的娘没有动静了,沙土埋没了晋才老婆的脖子,沙土早埋了晋才的女儿。 晋才的儿子露了个头顶,两只手从沙土里伸出来还在吓扑他。 晋才的老婆鼻子里,耳朵里都窜出了黑血,那个嘴像个黑窟窿,还在嗷嗷地叫。 太惨了。 小狮子停下铁仙,问晋才,怎么样? 晋才像老牛一样喘着,那个头长得像个痘一样大。 他回答说,狮子,挺好的。 小狮子有些恼了,晋才连句软化都没有,他弯下腰,缠起沙土呼呼腾腾往坑里扔。 坑平了,晋才的老婆和儿子都没了,但那儿的沙土还在动,他们还没死利索了。 晋才的大头,吓人地露出来。 他已经不能说话了,鼻孔里,眼里都出了血,头上的血管子鼓得像肥残一样。 小狮子站在沙坑上跳,把那些松软的沙土踩结实。 他蹲在晋才的头前问,伙计,现在怎么样? 晋才已经不能回答了。 小狮子曲起手指,弹弹晋才的头,问那几个大汉子。 伙计们,吃不吃活人脑子? 大汉子们都说,谁吃那玩意儿,恶心死了。 小狮子说,有吃的,陈指队长就吃,用酱油和姜丝一拌,哎,像豆腐脑一样。 那个挖沙坑的大个子从坑里爬上来说,小队长,挖好了。 小狮子走到坑边看看,然后对郭马氏说,挖慢子爷啊,过来看看我给你点的这块宝地怎么样啊。 郭马氏说,狮子呀狮子,你发发善心,饶了我这条老命吧。 小狮子说,这么大年纪了,活着干嘛啊,再说,放了你,就得另找个人杀,反正今天得凑够一百个。 郭马氏说,狮子,那你就用刀劈了我吧,活埋,太受罪了。 小狮子这个杂种说,哼,活着多受点罪,死了以后上天堂。 他一脚就把郭马氏踢到沙坑里,这时,一伙人妖妖呵呵的从沙梁子后边转过来,领头的是扶生堂二掌柜的司马库。 郭马氏伺候过他的三姨太,心里想就醒来了。 司马库穿着大马靴子,晃晃荡荡走过来,几年不见,二掌柜可是老多了。 他问,那边是谁啊? 小狮子说,我,小狮子。 哦,是你,你在干什么呢? 埋人呢? 那你把谁埋了? 沙梁子村民兵队长晋才一家子。 司马库进了钱说,那个坑是给谁的? 郭马氏赶紧喊,二掌柜的救命吧, 我伺候过三姨太太,是锅罗锅屋里的。 司马库说,哦,是你,你怎么犯在他手里了? 二掌柜,我是多说了话了,开恩吧。 司马库对小狮子说,放了他吧。 小狮子说,大队长,放了他,我们就凑不够一百了。 司马库接着说,别凑数,该杀的杀,不该杀的别杀。 一个大汉子传下鲜仙,让郭马氏拽着,把他拖了上来。 说一千到一万,他觉得司马库还是个讲理的人,要不是司马库,这郭马氏就被小狮子那个杂种给活埋了。 郭马氏说到这里,区干部们连推带拉的把他弄走了。 脸色苍白的蔡老师,提着教鞭,重新回到他的位置上,继续讲解酷刑词条。 尽管他眼泪汪汪,说话的声音还是那样七万悲凉,但学生们的哭声却消失了。 上官金童我,看到周围那些刚才还在垂胸顿足的人,现在满脸都是疲倦和不耐烦。 那些散发着血腥味的图片,像浸泡多日又晒干的烙饼一样,枯燥无味。 与郭马氏富有权威的现身说法相比,图片和讲解显得那样虚假,缺乏感情色彩。 我脑子里晃动着郭马氏亲历过的那轮白的刺眼的月亮,还有露出纱面的尽彩的像斗那样的大头。 还有,那一定是激进凶狠,像舍利一样的小狮子。 这些形象是活灵活现的,而画面上的形象是只能浸泡多日又晒干的四面烙饼。 他们把我从学校里抓出来,街上已经站满了人,分明是专门等候看我。 两个满头黄土的民兵立即走上来,用绳子捆住了我。 绳子很长,在我身上缠着了十几圈后,还鱼着很长的一段。 那个肩上扛着枪的民兵,像牵牵扯一样牵着我走,后边那个民兵用大枪筒子顶着我的屁股。 街上的人都像刚从黄土里钻出来的耗子,眼珠子直呆呆的。 从大街的另一头,拖拖踏踏踏拥来一群人。 我很快就看清了,被绑成一串的,是我的母亲大姐司马良还有沙枣花。 上官玉女和鲁胜利没有捆绑,他们顽强地往母亲身上扑,但每次都被绑大腰圆的民兵推到一边去。 在区政府,扶生堂大门口,我与家人会合。 我望着他们,他们也望着我。 我感到已经无话可说,他们的感觉肯定跟我一样。